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动物园 里面一对可爱的大猫熊叫做阳光和甜甜 不过两只猫熊的租约将在今年到期 它们准备回到中国 阳光和甜甜2011年12月抵达爱丁堡 大猫熊的10年租约期满 后来遇上新冠病毒疫情延期两年 2023年正式到期 官方证实阳光和甜甜最快10月底离开英国 苏格兰皇家动物学会表示 两只大猫熊不只深受游客喜爱 跟帮忙野生动物保护募集资金 打算为他们举办离别的盛大欢送会 唯一的遗憾是阳光和甜甜 10年仍然没有繁衍后代 大猫熊在圈养环境中难以自然繁殖 动物园尝试人工受精也宣告失败 2021年爱丁堡动物园曾经考虑补序约 把大猫熊还给中国 这一对英国仅有的猫熊 每年租借费就要100万英镑 大约新台币3850万元 疫情期间动物园游客减少 让原方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